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 是維護美國公民健康 提供公眾服務的聯邦政府行政部門 其核下的國立衛生研究院 首要負責生物科學研究 於2006年 國立衛生研究院撥款73萬3千美元 給海斯西柱大學的 Maxwell J. Melman教授所領導的小組 進行為期兩年的研究計劃 當中的成員 皆為法學或生物倫理學的教授 包括 Jessica Bird, Professor of Law and Bioethics 法律及生物倫理教授 Jennifer Fishm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Bioethics and Sociology 生物倫理及社會學助理教授 Mary Crane Griffi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Nursing 護理學助理教授 Eric Vanc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ioethics 生物倫理副教授 Eric Kodish, MD The F.J. O'Neill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ethics As the 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 醫學博士 克里夫蘭醫務所屬下生物倫理部門主席 Maxwell J. Melman為海斯西柱大學法律系及生物倫理系教授 他透露 該計劃是針對過去半個世紀的生物工程 主要是用了內科醫療用途 而不是優化人類 因此要從這一方面作出研究 包括以生物工程技術去優化人類 是否道德呢? 如果不道德的話 如何改變現有的規則呢? 換句話說 這個研究就是處理因非醫學緣故 而是為了優化人類而產生的DNA改造人 所帶來的法律和道德倫理問題 當研究開始後 Maxwell J. Melman的講學題目包括 Directed Evolution, Public Policy and Human Enhancement 直接進化公共政策及人類優化 及Transhumanism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超人類主義及未來的民主 當中談及社會將要接受科學進步所帶來的轉變 人類的定義將會改變 民主、個人權利、自由主義、優生學和平等的概念都會改變 這是由於將來的人類 將會與DNA改變後的人類相處 這些有著人類部分基因 人的外貌和思想的新品種DNA生物 會帶來法律、倫理、人權等的問題 例如改造人是否擁有人權呢? 他們有沒有投票權呢? 他們可不可以選擇自己的學業、職業、家庭、朋友等等呢? 而今年上畫的超人電影《超人》《鋼鐵英雄》 電影提及超人故鄉 Krypton星球裡所有人都是基因工程改變的生物 為了要使他們出生的時候 已經有不同的專長技能 從事特定的職業 但最後Krypton星球被毀滅 唯有超人幾百年以來 沒有經過基因改造 第一個自然分娩出生的Krypton星人 當中的劇情就像現今地球所將要面對 基因工程所帶來的演變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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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